第二腰章带甜美歌星去酒吧 一起玩游戏 苏白有些好奇地看住赵瑶 我想去酒吧试试 因为经纪人的关系我都没去过 当然 现在也不行了 会被人认出来的 赵瑶的话有几分失落 毕竟对于没有参加过的活动难免会心生好奇 这简单 我带你去背 到时候戴个墨镜换个妆之类的 实在不行你就学一些赛 酒吧总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人 听到苏白的话 赵瑶也露出了气泛的神色 好啊那我就去准备一下 晚上简单地吃过晚餐以后 苏白带住赵瑶前往酒吧 这里的人比较多 在我身边就好 推开门 一股音乐让潮起来 酒吧灯红酒绿各式各样的人装填整个酒吧 哦 这就是酒吧啊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在这里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都不再顾虑彼此的身份 谈情说爱或开怀唱饮 当然还有半大的矛头小子 被酒吧的保全丢出去的 毕竟现在这个时候 未曾连进入这种场所 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麻烦 你想喝点什么 随便来一杯就好 苏白带住赵瑶来到吧台 赵瑶好奇的东张西望 一会看看二楼 一会看看正在放歌的点播 随意点了两个度数比较低的酒 苏白将其中一杯递给了赵瑶 感觉还挺奇妙的 或许是环境比较特殊的缘故 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发现赵瑶 赵瑶的变装也相当的简单 看起来每个人玩得都很开心呢 是啊 到这里也不用再想什么其他的麻烦事了 赵瑶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不一会 屈之一患 这旋律无比的耳熟 这是赵瑶所演唱的海底 苏白跟赵瑶对视一眼 微微一笑 整个酒吧的氛围也为之一变 很多人都静静聆听着这首歌 放完以后 在DJ的带动下 展开了各种活动重新带动的气氛 两个人的酒吧之旅也相当的愉快 也没有那种烂熟里常会有的小混混长麻烦的桥段 哦 今天感觉还挺不错的 苏白也点点头 夜晚的风吹来 赵瑶的小脸也透着些红韵 看上去无比的可爱 果然 有时候当个普通人也挺好的 没人会在意自己 对此苏白不是很能理解 不过也点了点头 赵瑶能一路走到今天的位置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或许是因为今天比较开心的缘故 赵瑶喝的酒也比较多 此时被夜风一吹 更是酒精上涌 让他陷入沉醉之中 晚上我们来玩一些刺激的游戏吧 听到这里 苏白也打起了精神 他很感兴趣 回到家后 苏白带着赵瑶去洗澡赵瑶喝的有些多醉 好小心照看好 我一会给你调个喝的 起来不会头疼 真的啊 老公你太厉害了 赵瑶的小脸红扑扑的 在酒精的吹动之下 此时的赵瑶分外迷人 现在还不算什么 也会让你知道什么更厉害 苏白帮赵瑶洗澡 很快就有些按捺不住了 这丫头醉得厉害 而且相当的惨人 算了 这就是我帮你洗澡的利息了 苏白将赵瑶放在地上 半跪在自己身前 赵瑶此时也明白了即将发生的事 却露出了阴影笑容 丝毫没有拒绝的意思 苏白大手放在赵瑶的头上 青丝划过指尖 携带着一股清香 开始的节奏有些慢 后面苏白加快了节奏 赵瑶也逐渐能适应 经过了好一番的唇枪舌战之后 苏白才放开了赵瑶 洗完澡后 苏白带着赵瑶走上楼 来到自己房间 俯身压在赵瑶的身体上 大手一点点的揉捏住胶嫩的肌肤 转怀异常 让苏白是爱不释手 那就进行今晚的游戏吧 伴随着苏白的话语 随之落下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 因为昨天赵瑶还是第一次的缘故 所以苏白有所顾虑 但今天可不一样了 这次的进攻自然就是异常的猛烈了 苏白感受着身下的赵瑶 心中可谓暗爽无比 明面上赵瑶可谓是风光无限的女歌手 被无数人当成了女神 在网络上被追捧 更是被说成内遇的崛起之心 但仍旧是成为了自己的女人 被自己征服 只能在自己的身下不断的呻吟 这种感觉令苏白如登吉了一样 在众人所不知道的地方 两个人在亲密的交往处 愉悦感传到身上的每一处 让苏白不断的加快了自己的速度与力量 而赵瑶那娇脸喘息的声音 同样是越发的急促 苏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 隔天清晨 苏白搂着怀中的赵瑶醒来 对方那白嫩的肌肤 碗如是牛奶一般嫩滑 感受着对方的肌肤 苏白更是不自觉地 加重了手上的力量 这让原本还沉睡的赵瑶悠悠行转 有些无言地看住苏白 这才几点啊 又开始震论起来了 精力充沛吗 今天要做什么呢 赵瑶想了一下 打开手机 查看今天的行程 事情不少 安排得也很紧 不过好在晚上有时间 只有晚上有时间呢 今天一天都有工作 哦 那总要给我一些奖励吧 好好好赵瑶 缝摸住苏白的脑袋 似乎就像是在安慰小孩子一样 因为时间的问题 苏白早上也难得没有再冲动 苏白本意是要送赵瑶过去的 但赵瑶拒绝了 因为两人的恋情还未曝光 赵瑶并不想被发现 晚上就会过来的 放心好了 苏白将熬好的药材递给赵瑶 赵瑶则是受到苏白的身边 亲吻着苏白 眼神中充满爱 那我先走了 募送对方你去 苏白也想了想今天自己的安排 正巧 秦瑶发出了讯息 苏白 我这段时间有考试 你今天有什么事 苏白自然没事 索性就答应了秦瑶 开车去找秦瑶 然后将其带去考场 加油 不要紧张啊 放心了 姐分分啊你好吗 也会早点过来啊 苏白募送住秦瑶进入考场 之后在车上无聊的玩起了手机 远在国外的安安排也传了讯息给苏白 这几天因为家里事情的缘故 实在太忙了 连续去了好几个国家 所以一直没时间传讯息给苏白 苏白也回了几句 然后对方又没信了 正当苏白以为对方去忙的时候 几张图片配合一段影片发了过来 若 这些算是一点奖励吧 那些照片还影片无意不是安娜的赤果果的照片 这对现在的苏白而言简直就是火上加油 你故意的吧 对不起呢 亲爱的 我要出去了 拜拜 很明显 这个安娜是故意的 苏打已经打定主意了 等安娜回来以后 一定要好声教训对方 接近中午 苏白带住秦瑶回到订好的饭店 来回也花时间呢 不如在这里住下 你要干嘛 看着有些合级的苏白 秦瑶顿时有些无言 你说呢 先说好 我起码得有时间休息一下的复习才行 而对此 苏白也点点头 他也明白事情有个轻重缓急 不过现在这集的就是自己了 尤其是看到安娜后面发送的两个影片后 苏白亲吻着秦瑶的红唇 大手破为用力的在秦瑶的身上牢捏住 令秦瑶有些吃痛 苏白对秦瑶的身体可谓是相当熟悉了 几分钟之后 秦瑶就是交喘连 有些招架不住了 眼见着两人都进入了状态 苏白不再犹豫 直接扑倒了秦瑶 随后满屋春色 好一番的颠倒龙蹈缝 当然了 苏白也得却留给了秦瑶休息和复习的时间 将其送去了考场 思考住之后的事情 小李也跟他说了 现在赵瑶的热度上来了 最好是趁着这个机会发出第二首歌 这样就能集出热度的力量再提升一个层次 苏白也有同样的想法 钱花了可不能白花 倒花了有价值才行 看来这第二首歌也得提上日程了 顾梦不是也说对赵瑶有兴趣吗 想要合作 不如这时就带上顾梦好了 两人的合作对彼此的事业都有帮助 打定主意后 苏白准备先跟赵瑶说一下 之后再询问顾梦的意见 下午 秦瑞的考试结束 秦瑞兴高采烈的来到苏白的车前 得意洋洋的伸了个懒腰 哟 看您这样子 考得似乎还不错呢 那当然了 平本小姐的实力 那岂不是手到勤来 那就祝我们秦小姐是金榜提名了 苏白一边跟对方说笑一边开车 对了 苏白 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哈 秦瑞有些认真的说 明天的考试非常关键 我必须要调整好状态 苏白本来也没想要跟秦瑞一起过的 毕竟他这边还有照谣 大背同眠虽然是苏白的梦想 但现在很明显还做不到 好 随后秦瑞抽在苏白的嘴边 亲吻着苏白 热烈的红唇让苏白进入状态 手也顺势摸在秦瑞的身上 将秦瑞送回家以后 苏白也回到自己的别墅 正巧赵瑞也刚到 好累啊 今天的活动我都快闪架了 赵瑞将自己的身体 整个靠在苏白的身上不想动弹 看出赵瑞如此疲倦的样子 苏白也非常时趣地将其抱起 走入别墅里 那也会泡个温泉 我再给你按摩一下 正好也能缓解你的疲倦 好啊 赵瑞答应的可谓是极为痛快 还有今天的治疗 等治疗结束后 苏白带住赵瑞去泡温泉 雾气缭绕 属实的泉水让两人皆是喊出声来 伴赏后 苏白将赵瑞拉到自己的面前 大手在其肩膀上轻轻地捏 这个力道还行吧 还没等赵瑞说话呢 苏白稍微多了些力气 顿时赵瑞的声音就激烈地响起 痛 这样才有效果吗 即便如此 苏白仍旧是放轻了动作 一直到按摩结束 呼 果然泡个温泉很舒服 餐桌上 赵瑞已经恢复了活力 大口的吃肉 没有了网络萤幕上的安静维雅 对了 我这边还有个惊喜给你呢 苏白有些地看住赵瑞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次是合作的品牌方送给我的 那我就感恩戴德的期待了 夜晚 苏白在房间内玩住手机等待着赵瑞 不予会儿的功夫 门就打开了 赵瑞穿住一身兔女郎的装扮走入房间 灯光的赵瑞下 赵瑞的皮肤白皙无比长发披肩 眼波流转 让人看得心神荡漾 兔女郎的制服下是一双纤细修长的美腿 上面穿着短裙和丝袜 那两条鱼腿格外的迷人 彭扶可以轻易将男生撩拨起来 上身是白色的T恤加小马甲 露出性感饱满的香肩 低胸的红色蕾丝蕾丝衬衫 露出半个雪白 勾合更加深邃诱人 下面则是一条紧身黑色肋裤 将她的小埋腰完全包裹 臀部挺翘风雨 性感十足 整个身材火辣到爆炸 配合着高挑分盈的身材 屁股上的白色小尾巴更是分外可爱 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诱惑力 这时候 赵瑶已经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用手指勾起额头的袖发甩到背后 我妹的看住苏白 这是一个绝对有误 只要有她在 任何男人都会为她疯狂的 赵瑶我妹的朝住苏白抛了一个媚眼 随后便向苏白靠近 一阵浓郁的方向扑鼻而来 令人陶醉 亲爱的是不是等得很住急啊 赵瑶用甜蜜到极点的声音说道 伸出一条洁白如玉的大腿勾住了苏白 整个人也紧贴在苏白身上 一片柔软的地方摩擦住苏白的胸口 看住眼前这个美人儿 苏白有些愣神 随即露出痴迷的表情 伸出右臂环绕住赵瑶纤细的腰肢 感觉到男人大手传来的热力和坚实的肌肉 赵瑶心里暗爽 真是个色狼 太好拿捏了 不过赵瑶心中虽然复取 但是却很享受这种被苏白拥抱的感觉 因此也并未推开他 而是顺势移味到了他的怀中 感觉到胸口处的温柔 苏白更加兴奋 他的嘴角微微上翘勾勒出一抹邪笑 揉紧了赵瑶的细腰 凑近那雪白的柏梗 闻着从赵瑶身体散发出来的诱人清香 嗅住那丝滑如绸缎般的肌肤 让苏白感觉自己彭扶自身于仙境一般 当然等不及了 苏白微微一笑 大手在赵瑶的郊区上疯狂游走 不一会的功夫 赵瑶被他逗弄得胶喘吁吁 小脸通红 但也没有拒绝 苏白把赵瑶压倒在床上 然后伸出手抓住了赵瑶的衣领 用力往下拉扯 赵瑶今天的制服是DV领 里面只穿了一件纹胸 苏白很容易就能够把一扣解开 并且顺利脱掉 随着苏白动作的加快 赵瑶呼吸越来越急促 苏白把自己的裤子也脱了 然后骑在了赵瑶身上 他俯身纹上了赵瑶的樱桃小嘴 赵瑶揉紧了苏白的腰肢 热烈回应 两句年轻的肉体瞬间滚烫起来 赵瑶感觉到浑身照热难耐 他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 而苏白却显得有些异乱情迷 他的眼中全部都是赵瑶的身影 他那性感火辣的娇虚 累祸自己的身姿 还有他那张精致的脸蛋 赵瑶的美貌与气质无意都是上层之选 尤其是此刻他双腿缠绕在一起的画面 简直要把男人的魂额给勾去 两久以后 苏白才松开了赵瑶的嘴唇 看住已经贪婪沉水的女人 她满足地舔了舔舌头 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 这还圆圆不够 赵瑶感受到苏白那吃了的目光 羞涩至于内心又涌现出一股强烈的刺激 他抬头主动迎合苏白 两唇交融 可谓是火花四射 隔天早晨 赵瑶缓缓睁开双眸 看向了躺在旁边碎熟的苏白 俏丽的脸庞浮现出幸福甜蜜的笑容 昨天真是相当甜蜜的一个晚上 苏白这家伙也是真的够厉害的 赵瑶伸出一手摸了摸苏白那肩挺的鼻梁 不厚四尾的嘴唇 还有他那俊朗帅气的五官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地下恋情能持续下去就好了 想到这里 赵瑶露出甜蜜的笑容 突然 他听见耳畔传来苏白的声音 肯定能持续下去的 赵瑶吓了一跳 这才发现苏白已经坐起来 正笑盈盈地盯住自己 赵瑶满脸惊讶 连忙爬了起来 苏白则是一把将赵瑶搂了过来 不容许对方逃跑 相对这种情况 赵瑶也不再抗拒 赵瑶身上的清香诱人无比 很快就让苏白起了反应 又是冲着那红尘而去 情在上头的时候 赵瑶推开了苏白 霞飞双甲 低声埋怨到你昨天太猛了 我有些吃不消了 今天还需要工作呢 而对此苏白是轻笑了两声 不过其手上的动作 可没有任何要停止的意思 谁让赵瑶这家伙 昨天太过诱人了呢 尤其是兔女郎的装备 现在早已经被苏白给撕碎了 说起来谁给你的兔女郎装扮啊 呃 怎么了 吃醋了吗 看出苏白这六位 有些不满的样子 赵瑶显得极为得意 是品牌方的礼物了 顺带一提 那个品牌方是一个女人哦 她很厉害的 算是白手起家 她给的礼物有很多 这只是其中一个 当时对方给赵瑶的时候 也带着笑意 你们年轻人都玩得比较花 这也算是一些礼物吧 有的时候要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优势 尤其是在对爱人的时候 毕竟这也是为了促进赵瑶 和苏白两人之间的关系 苏白也能大致猜到 毕竟按赵瑶这家伙的性格 基本上不会这样做的 当然了 开发程度越高的话 或许也会有些改变的 那既然如此 为了早一天达到那个目标 苏白要为此努力了 她既然送给你这样的礼物 想必也猜到你今天会迟到吧 很快赵瑶就理解了苏白的意思 还没等她拒绝呢 苏白就扑了上来 很快赵瑶就在苏白的公式下结拜退 紧紧一会的功夫就招架不住了 交传连连 苏白见其进入了状态 也不再客气 直到中午的时候 苏白才放过了一直求饶的赵瑶 而出乎意料的是 品牌方那边也没有对赵瑶的迟到说些什么 你这家伙 下次不许这样了 哦 那可未必 再说了 我觉得瑶瑶你似乎也挺喜欢这种啊 听到这里赵瑶的脸蛋顿时羞红 面前的苏白就是个大色狼 苏白倾笑一声 随后跟赵瑶说起了正事 瑶瑶 你还记顾梦吗 我准备你的下一首歌让你们一起合作 听到苏白的话 赵瑶惊喜地看住对方 兴奋地点点头 真的吗 太好了 我可喜欢他的作品了 见赵瑶答应得如此痛快 苏白也很是满意 午餐后 赵瑶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苏白则是去找了顾梦 稍等 顾梦的声音柔柔地从内传来 等顾梦开门后 苏白就抱着那句郊区冲向屋内 苏白 别住急啊 苏白亲吻着顾梦 等几分钟之后的 将赵瑶的事情说了下 顾梦答应得也非常痛快 哈 两个人都如此痛快 这让苏白很是满意 所以就要给顾梦奖励 当然了 新歌也是由我来写 至于曲子的话 我也会做好的 那就辛苦你了 说着 顾梦推了下苏白 应其躺在自己的床上 身旁俱饰顾梦的清香味 那我就给你一些奖励哦 说着顾梦的笑脸落下 一箱扑鼻 苏白自然是乐意接受 配合着顾梦的动作 数分钟之后 两个人都进入了状态 顾梦更是伴坐在苏白的身上 船上起下 颠倒起伏 苏白也经历配和顾梦 房屋之内 各式春夜盎然 顾梦的声音不断 直到傍晚的时候 顾梦才从苏白的身上下来 此时他都有些站不住了 腿实在是酸然的厉害 都怪苏白这个家伙 苏白这边则在准备新歌 数十分钟后 新歌出现在顾梦的面前 苏白将歌递给了顾梦 这么快就完成了新歌 顾梦发出了感慨的声音 不得不说 苏白这个家伙真是太天才了 看看怎么样 我先谱一下钢琴曲 说着苏白就坐在钢琴前面演奏起来 大致节拍 配合着歌曲 柔滑的声音敲打着顾梦的耳膜 让他流露出欣赏的目光 自己也算是年少有为了 但比起苏白来说 差太多了 这次花了也不过是数分钟的时间 苏白已经将整个钢琴曲完成 我再稍微调整一下 苏白重新演奏了一遍 这次的节奏可谓是行云流水 彭扶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练习一样 其中也做了些微的改变 好了 这样就好了 你真的好厉害啊 苏白 这有什么 过来吧 我先教你演奏一次 顾梦随即坐在苏白的身边 聆听着苏白的演奏 之后更是在苏白的指导之下开始学习 直到傍晚 顾梦已经能记住了 演奏得相当不错 好 让我去找赵瑶 顾梦点点头 不过随机露出了笑容 问道 苏白 今天元旦也会有赵瑶的吧 对此苏白点了点头 这自然是肯定的喽 就像当初去滑雪的时候一样 众女一起去 苏白也有一种感觉 或许这大辈童眠的时光很快就会到了 晚上 等赵瑶回来后 苏白将写好的歌词递给了赵瑶 这么快就完成了 哇塞 你怎么做到的 那当然是吃如泉涌咯 你先看看再说 赵瑶翻看之后 更是对苏白露出了大拇指 不得不感慨 实在太牛逼了 这一首歌的完成度比上一首的海底还要高 谢谢你 苏白 没什么 再者 光是空口的谢谢 这还不够哦 听到这 赵瑶也明白苏白的意思 那自然是要自己好好服侍对方的 没办法 那就让我好好服侍你吧 主人 之后赵瑶换上了女扑的装扮 贴心地为苏白喂食 带苏白洗澡 泡温泉 帮助苏白按摩 感受那蒙物所散发出来的强烈存在感 苏白恨不得将其按在深夏 回房间以后 苏白更是按捺不住深夏之物的冲动 将赵瑶紧抱住 正准备食事的时候 苏白也发现这赵瑶也是激动不已 早已经按捺不住了 主人 来吗 好不好 伴随着那充满诱惑力的声音 苏白也是长驱直入 丝毫不给赵瑶反应的时间 两个人的节奏越来越快 让美好的声音在室内游荡 清晨 苏白早早地行转过来 起床喝水 赵瑶也从起怀中醒来 主人 人家也要喝 既然如此 苏白也自然会满足赵瑶哦 当然了 苏白给予的可是相当多的 直到中午 赵瑶才准备去公司 至于经纪人那边 苏白已经交给小李搞定了 只是有些巧合的是 打电话给小李的时候 似乎听到了经纪人的声音 现在还早 会不会是自己幻听呢 赵瑶前往苏白的公司 准备练歌 而苏白这边则是去了顾梦的家 将其接了过去 苏白去的时候 顾梦还没起床 苏白也顺手做了一些吃的 这才带着顾梦去了公司 到了公司以后 两个人也是一见如故 相去甚远 很快就与姊妹相称了 那接下来就练歌吧 听到苏白的声音 顾梦跟赵瑶也是点了点头 苏白的公司也有钢琴 是苏白特意选购的 跟顾梦家里的是一个牌子的 伴随着两个人逐渐进入状态 顾梦跟赵瑶也是越发的契合 演奏的声音宛如是流水一般 令人惬意 一曲结束以后 顾梦跟赵瑶都高兴地看向彼此 随后再看看苏白 等待苏白的评论 非常厉害 不过小梦 你这里有些高了 而姚姚这里有些快了 再注意一点 苏白鼓的鼓掌 先是夸奖了一番后 再将曲子倒退然后暂停 再指出问题 原来如此 两个人皆是露出了蓝的神色 随后继续新的排练 一直到傍晚 两个人才停了下来 均是有些疲倦 毕竟一直排列一首曲子 任谁都烦的 今天的状态很不错 我觉得这首歌这几天就可以登场了 听到苏白的声音 赵瑶跟顾梦也是相似一笑 既然是苏白的话 那他们自然会相信的 好哦 我跟经纪人说一下 就在这一周内举行下一次的演唱会 对了 梦梦你有时间吗 我没问题的 顾梦浅笑助回答 很快 几个人解散回去 赵瑶跟顾梦相约一起去吃饭和看电影 而苏白这边有些事情要处理 所以就没陪同 晚上苏白回家 看到凌路刚好在家 白大哥 凌路上前抱住了苏白 柔冷贴在苏白的前胸 令他顿时充满了火力 今天回来这么早 对啊 今天的进度比较快 所以人好好休息了 苏白有些心疼地看住凌路 随后带着凌路泡温泉 给凌路按 磨 令他恢复状态 晚上 苏白将凌路横摇抱起 朝住房间走去 夜色深沉 苏白的房间内也传来了那诱人的声音声 一屋春色盎然 生机勃发 清晨 凌路醒得很早 他昨天睡得很舒服 早上更是惬意地趴在苏白的怀中扭动的身体 既然这凌路如此调皮 那苏白自然是要好生地管教一下了 因此 又是对凌路展开了一顿教训 接近中午的时候 凌路得以逃脱 接下来的三天 苏白陪着顾梦与兆瑶在公司内练习第二首歌 大雨 每一天都比之前有所提高 并且愈发的完美 几乎可以预料得到未来的火爆 真的不用提前通知吗 放心好了 粉丝的传播力度比你想得还要快的 这样也能给黄牛门一点震撼 苏白安慰住两人 他有信心 后天晚上就是演唱会开始的时间了 但直到今天晚上都没有一点消息放出 换做其他的歌手 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苏白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博取热度 吸引注意力也是为了塑造人设 凭其现在赵瑶的身份地位和热度 一天吃那一票卖光并非是问题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苏白还是在某博上放了一些小道消息 好了凌晨12点准时开启售票 并且采用实名字 一张身份证只能选买一张 伴随着苏白的话 小李也是迅速记住 并且将消息透露给了官方的后援会 忙完了这一切后 苏白将顾梦送了回去 因为顾梦家里的事情也没有留在苏白家 等苏白回家之后 赵瑶已经等待了许久了 正无聊地玩着手机 等待着苏白的回来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得好苦啊 看这个一秒入戏的赵瑶哦 苏白也叹了口气 随后将其搂在怀中 随后将其搂在怀中 亲吻了一番 等数十分钟后 才放过了赵瑶哦 不得不说 赵瑶真不愧是唱歌的 这肺活量确实要比一般人厉害的太多了 就连苏白都有些快照架不住了 之后 两个人展开了愉快的用餐时间 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 两个人靠在一起 看出电影 不过这部电影有一部分的内容 明显是属于有些过界的 这让看电影的苏白有些按捺不住了 再者 温香软玉在怀 那娇嫩的肌肤让苏白爱不释手 这种情况下 怎还能忍受得住呢 随后变化了个姿势 让赵瑶趴在自己身上 苏白者轻轻抚摸着那三千柔韧的青丝 顺人心脾的香气传来 赵瑶也知道苏白想要自己做什么 相反的他也相当习惯这种事情 尤其是对苏白 苏白的节奏加快了一些 施加在赵瑶头上的力道同样也是如此 赵瑶丝毫毫不含糊 直到最后都是全盘接收了 你这色痞 老是想要做这些事 听到赵瑶的话 苏白没有否认 反而是一把将其揉在怀中 令其坐在自己身上 抚摸玉体 半晒后 苏白将手指放在赵瑶的面前说 看来也并非是只有我自己想要哦 做人可要诚实一些的 听到 苏白的话 赵瑶哼了一声 随后一臂轻染住苏白的腰部 随后在苏白的耳边说道 那主人 要轻一点哦 这句话无疑是火上浇油 令苏白的理智可谓是快速的燃烧起来 再也按捺不住了 苏白猛的发动了冲刺 丝毫不给这赵瑶喘息的机会 两人的战斗相当的漫长 亏越的战场也十分的广阔 从影片放映师到客厅 再从客厅到卧室 一路酣战到了几乎清晨 不过由于苏白的战斗 直到校伍赵瑶才恢复了力气 今天晚上就是最后一次排练了 赵瑶打开手机 发现自己演唱会的事情已经上了热搜 经纪人也发了许多资讯 简单来说效果非常好 卖爆了而且绝大部分都四分 试买的黄牛能买到的也只是一部分而已 苏 我说的没错吧 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麻烦的 听到苏白的话 赵瑶点点头 晚上 在苏白的监督之下 两个人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排练 效果非常完美 即便以苏白那最挑剔的态度来说 也找不到一丝瑕疵 非常好 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料 听到苏白的夸奖 两个人均是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也不枉他们两个一直辛苦排练 最终所创造的成果还是相当厉害的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晚上 今天就是展现他们成果的时候了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观众们开始入场 在后台的赵瑶与孤梦也是相似一笑 虽然有些紧张 但苏白就在这里 他们相信自己更相信苏白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数十分钟后 台上台下一片黑暗 紧接着所有的灯光邻居一点 深呼吸以后 赵瑶露出笑容 脉动步伐 朝着台上走去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简单的致辞以后 赵瑶随即开始了演唱 旋律悠悠响起 似乎是从地底下出现的 这让现场的粉丝们有些错愕 很快 雾气缭绕 一架钢琴佩和顾梦的演奏缓缓从台下升起 看出台上 网络是天仙降临一般的两人 台下的观众们也泄入了热情之中 节奏伴随着造谣的声音 网络是清泉一般流进每个人的心田之中 让所有人都沉浸其中 直到这首曲子结束以后 观众们仍然是回不过神来 沉浸其中 久久才爆发出了雷鸣一般的掌声 即便是那些想要在第一时间写出稿子的记者也是如此 声音之美妙几乎让他们忘记了手中的工作 显然易见的 这次的演唱会特别成功 在之前的热度之上 更是数次冲爆了热搜 造谣的有关词条更是占据了前三 另外的是创作人苏白以及今天的演奏家 顾梦 前十里的前无微都被他们占据 无论是浏览量还是评论等其他 后面五个加起来也比不上任何一个 这次的空前成功也让造谣与顾梦的地位瞬间拔高 顾梦也收获了无数的粉丝 造谣几乎是坐稳了流线天后的位置 虽然他还很年轻 但任谁都看得出来 其未来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晚上 造谣回到家里 这一路上他对苏白都极为感谢 想送一些礼物的 不过苏白什么都不缺 唯一可以奖励苏白的也就是自己了 想到这 造谣更是面红而似 既然如此 那就给苏白一些惊喜好了 今天很成功呢 对啊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我们的幕后大功臣 你了 苏白文言淡淡一笑 他做的事情虽然有用 但决定作用的还是造谣跟顾梦 没有他们两个的演奏 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用处了 嘿嘿 我还特意准备了惊喜 希望你能喜欢哦 听到这 苏白也很是好奇地看住造谣 这家伙的觉悟倒是挺高的嘛 哦 那我就满怀期待了 今天肯定又是一个难以入睡的夜晚 烦请订阅支持风雨阿古说频道 夜晚 造谣来到苏白的房间 穿住制服 手中还拿着教鞭 一双眼睛更是让其美眸看起来越发的灵动 整体的话 有几分威严的气势 还是挺想一回事的 苏白对此倒也是提起了兴趣 苏同学 准备上课了 是生理课吧 老师 这我熟 造谣则是微微一笑 随后慢慢走到苏白的身边 将其上身推倒在床上 坐在苏白的双腿之上 老师的授课可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面对造谣的诱惑 苏白也有些安耐不住了 谁让这家伙实在太过诱人了呢 别急 苏同学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也逐渐进入正轨 苏白也顺利地掌握了节奏 把握着一双美腿 苏白的冲刺更是引起了赵瑶的身影声 他的小手微微抵抗住苏白 嘴巴有些哀怨地说道 都说了 轻一点吗 只可惜 赵瑶的话在苏白这里只能是助兰剂一样的东西 很快就让苏白理智全无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的身躯更是数次沉眠在一起 清晨 苏白清醒过来 感受着怀中的娇躯 很多时就弄醒了赵瑶 演唱会空前的成功 也让赵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热度 同样获得了几天的休息时间 所以苏白就准备带赵瑶出去玩几天 不过眼下呢 还有些事情要做就是了 毕竟这样的美人就在自己的面前 如果不好好把玩一番的话 岂不是太浪费了 苏白揉捏住胶躯 令赵瑶脸颊通红 知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 会有这样的体力和耐力 相较之下 自己就差得远了 别住急啊 苏白 我们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 那不行 拿到手中的才是真的 况且既然都是我的时间 那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听到苏白如此蛮横的话语 赵瑶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 这家伙说的倒也是有些道理啊 随后苏白更是要在这赵瑶的身上 再次开始动起来 赵瑶不禁是连连求劳 昨天的疯狂还历历在目呢 只可惜在苏白的公司面前 这一切的抵挡都是毫无作用的 中午的时候 苏白带住赵瑶离开了别墅 按照赵瑶的想法 想去看海 苏白飞速地买了海边的旅馆 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饭店 不过当看到面前的海景 海天一色 独暑于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连苏白也觉得还蛮值的 据说在这里还能碰到惊 当然了 赵瑶对此非常感兴趣 一直吵着要过去 苏白租了一艘船 找个当地的巷岛 又玩了一天 这才会到了饭店 呼 今天玩得好爽啊 赵瑶还捕了几条鱼 让本地的钓鱼捞门是相当的眼红 来 一会把药喝了 毕竟赵瑶的情况还没完全好 所以还是得喝药加上针酒之类的 吃过晚餐以后 赵瑶换了一身死酷水来到了苏白的房间 眼前的亮丽风景让苏白意识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明天要穿这个 怎么可能 这个是只给你自己看的 说话之间 就被苏白给抱住了 随后扔在了床上 压了上去 看来你还是没有长记性啊 随时想起的就是赵瑶的笑声 他自然是知道苏白的体力的 不过总想要逞强野的却是没错的 夜晚明月高悬 远处的海浪吹拂 带动着一丝凉意 而温内两人的节奏 似乎与夜月下的大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起彼伏 草起草落 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当然了 没多久 赵瑶就开始求饶了 只可惜苏白已经进入了状态 那这个结果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在苏白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之下 时间也很快的转移 第二天直到下午 赵瑶才能下床 恶狠狠地看住苏白 喝着苏白所买的椰子 今天仍旧出海玩 昨天没有见到鲜 但今天的他们似乎有些幸运 伴随着导游的声音 一道壮硕无比的身影从海面浮现 周围有很多的游客 都是开心地拍着照片 导游也提前说过 不要惊动这只鲜鱼 看看就好 否则鲜鱼要是发起怒来 谁也跑不了 鲜鱼临走前还喷了水 太阳照射之下 更是让水珠变得金灿灿的 一场的美 伴随着鲜鱼的离去 周围的海船也渐渐占去 赵瑶也相当地进行 毕竟这次来 也算是不需此行了 只有真正站在那旁然大物的面前 才能感受到生命的震撼与强大 夜晚 苏白继续压榨着赵瑶的潜力 谁让这家伙实在太过优人了呢 必须好好惩罚才行 不过隔天清晨 赵瑶和苏白就被电话的声音吵醒 蒙蓉之中 接过了电话 让他震撼出对方很激动 瑶瑶 你是不是跟苏白在一起 有人拍到你们了 还有你们入住的饭店 赵瑶极为自然的按了医生 反正这些他早就料到了 果不其然 网路上早已经是铺天盖地的热搜了 原来昨天拍金灿的就有几个狗仔 碰巧认出了赵瑶哦 随后一路跟在他们的后面 拍了他们进入酒店的照片 一时间 无数人都在网路上议论 而赵瑶对此的答复也相当地简单 已经官宣 那就是我和我的男朋友 而赵瑶的答复自然是引起了轩人大波 无数人都将这赵瑶视为自己的女神 但现在自己的女神却轻易地回应了风波 并且官宣了 自己的推官宣了 换谁一时间都难以承受的 全网更是有着无数的心碎人士 都想要打听赵瑶的另一半 怎么 不去去这地下恋情了 苏白看了看手机 随后搂着赵瑶问 对啊 只要是你就行 再说了 我早就猜到会有这一天了 赵瑶的回答也相当地自然 看得出他早就预料到了 有了心理准备 哦 那你这么厉害 猜猜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苏白带着笑意接近赵瑶 看出苏白不怀好意的笑容 赵瑶自然是猜得到苏白想要做什么了 反正这家伙的脑子里 想的也就是那些事了 对此赵瑶并没有抗拒 反而还有些期待的样子 苏白将赵瑶压在身下 轻轻抚摸着赵瑶那倾国倾城的脸庞 现在是不是有些后悔呢 那怎么可能 唯一有点不满的是狗仔队 没想到这群家伙的动作这么快 不如让我自己来官宣呢 对于赵瑶的话 苏白也是认了一下 片刻后嘴角浮现出笑容 那就让你来好好偿还我一次吧 苏白拍了下赵瑶的翘臀 触电一般的感觉 让赵瑶彭扶开启了新大陆一样 似乎很不错的样子 主人 今天想要玩什么 赵瑶一边将自己美好的身姿 展现在苏白的面前 御守则是从自己的预警出发 游走在身上最吸引人注意的地方 划过一条带有致命诱惑力的曲线 随后美眸定定地看住苏白 很明显 这是赵瑶在主动勾引苏白 既然如此 那苏白要做的就是 让其连勾引的力气都不能有 于是乎 苏白大手压在赵瑶的身上 深深吻着对方 甜美的气息传来 令苏白可为爱不释手 伴赏之后 苏白也进入正题 伴随着苏白节奏的加快 赵瑶的喘息声是此起彼伏 宛如是鲜的一般令人愉悦 面对如此娇人 苏白怎么忍耐 因此一轮一轮的功法 丝毫没有给赵瑶喘息的时间 一直到赵瑶实在没有了力气 这才放过了赵瑶 许久之后 赵瑶看向一旁的苏白 对方似乎在忙碌住 看起来相当认真的样子 苏白 怎么了 没事 这不是有个评选 听到这里 赵瑶有些疑惑 什么评选 都却是有个歌坛天后的选举 莫非他说的是这个 就是歌坛天后的啊 你不想要竞选吗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你现在的热度很高 而且很有实力 拿下这个奖项并非是什么问题 苏白的眼镜直视住赵瑶 要是说不想 那肯定是假的 毕竟只要是歌手 没人不想要这个奖项 其代表的实力和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 含金量极高 想是想 不够得有足够的曲目吧 虽然说赵瑶之前的歌也算相当不错了 但想要参加这个评选 还是不够看的 苏白写给自己的那两首绝对可以 只可稀数量太少 似乎是看穿了赵瑶的想法一样 苏白将自己手中的平板递了过去 苏 这是几首为你写的新歌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隐歇的话大概需要五首爆款歌曲才行 赵瑶心中一动 这么快的时间居然就写了这么多出来 苏白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得不感慨一下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苏白写一首歌花也就十来分钟而已 有的人写首歌得几个月 不止如此 写的还是答辩一样的玩意 我可以多写几个 只要你能唱得过来就好了 或者你从里面选几个自己喜欢的 现在的话 毕竟是时间紧迫吗 很多事情不是想做就能玩的 再加上赵瑶还有一些工作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排练 不用了 苏白就是三首就好 听到赵瑶的回答 苏白也点点头 那这样吧 其中一首你与孤梦合作 剩下的都交给我 苏白想了下 考虑到孤梦的问题 随后对赵瑶说道 赵瑶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上一次与孤梦的合作 可谓是相当愉快的 赵瑶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当然了 赵瑶对于苏白也非常信任 毕竟刚出网络的影片 他也看过了 苏白的钢琴造衣 明显是世界大四级的水准 远在孤梦之上 那就辛苦你了 哦 让我索取一些好处不为过吧 眼看着苏白又要开始了 赵瑶急忙讨牢 苏白 我真不行了 咱们不是还有其他事要做吗 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那苏白自然也不会抢求 之后退房回家 苏白直接开车去找顾梦 顾梦此时正在练琴 苏白也不客气 将其捞其坐在自己的腿上 一边抚摸着顾梦的郊区 一边说着造谣的事情 好哦 那就第一首歌吧 后面的话我就没时间了 语气也有些急促 这也是难免的 谁让苏白太不老实了 不仅如此 顾梦原本非常熟悉的曲子 也弹错了许多音 苏白则是愈发的得意忘形 一支大手抽出来 弹着钢琴 行云流水的演奏结束以后 苏白看出怀中贪忍的顾梦 随后问道 怎么样 记住了什么 顾梦的美眸看了苏白一样 流露出娇羞 摇了摇头 此时这种情况 哪还能记得上 这样吧 我弹一次 你弹一次 等你出错了 我就惩罚你 没错的话那就奖励你 说话之间 苏白再度开始了动作 伴随着琴音的起伏 顾梦的喘息声也越来越严重 第二天 顾梦与赵瑶去练习 因为之前合作过的关系 两个人的进展可谓是非常的炫速 不过是两天的训练而已 就已经是非常完美了 之后的两首曲子交给苏白来伴奏 苏白更别说了 无论是歌曲或钢琴 都是出自苏白的手笔 演奏起来更是轻松无比 两个人的契合度也相当之高 接下来的几天 赵瑶更是连续出了三首歌曲 一时间让整个乐坛震撼 网路上也是引起了轩人大波 赵瑶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出这么多高品质的歌曲 其实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年轻人也太给力了吧 很快就知道了赵瑶的目的 就是为了歌坛天后的荣誉 很快的很多人都将赵瑶看成了 未来的歌坛天后 毕竟这实力就摆在这里的 没有人能够质疑 有些歌手也将赵瑶看成了竞争的对手 随后买水军恶意诋毁 而赵瑶没有任何要辩解的意思 因为这些根本不重要 比赛的当晚 更是全程直播的方法 如此一来 更是在众多人的监督下进行比赛 避免有选手进行某种违规的操作 赵瑶是最后一位选手 其他的歌手也都是几具竞争力的存在 只可惜在赵瑶的面前 根本不是对手 在赵瑶还没出场的时候 就有许多观众在高举赵瑶的牌子了 弹幕上也是清一色的赵瑶 可以说在人心上 赵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了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众多选手也是上场表演 直到最后的赵瑶登场 顿时是燃爆了全场 所有的粉丝皆在呼喊着赵瑶的名字 并且高举名牌 直播间更是火爆异常 达到了匪夷所思的观看人数 甚至一段时间让直播平台陷入了瘫痪 伴随着赵瑶的开唱 场上的所有粉丝都陷入安静之中 其余的观众也受到了影响 赵瑶的声音清澈无比 彭扶佛是可以驱走人们心头的不满和不爽一样 很快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其余的选手看向赵瑶的眼神也带着不可思议 赵瑶的实力比他们想的要强得多了 直播间内更是有激烈的弹幕 哇塞 不愧是女神 唱得真好听 评审们的表情都不一样了 赵瑶肯定是今年的歌坛天后 其他的前辈还是等明年吧 别瞎说 明年赵瑶参赛 他们一样是选不上的 一曲完成后 赵瑶对在场的人员表示感谢 很快投票选举开始 除了现场的观众之外 还包括了网络的选举 当然了 这部分的权重都是有差别的 身为专业人员的评审权重比是最高的 网络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很快 这头票的结果就出来了 不负众望 这次的歌坛天后正式造谣 而这个消息一传出 无数人都为之喜悦 无数网友为之沸腾 毕竟造谣的实力任谁都知道 这次的结果绝对没有半点的水分 直播间的人气更是空闲地达到了九位数 就连各大新闻媒体也都是金箱转发这个消息 伴随着结果的出现 赵瑶的名字再度登上了热搜 这次仍是史无前例的第一 但凡是听过赵瑶歌曲的人都知道 赵瑶的这个名头绝对没有半点虚的 满满的含金量 在颁奖典礼之上 赵瑶更是表达了对于苏白的感激之情 在这个过程中 我最感激的就是苏白 他是我的男朋友 同时 这些歌也是他为我写的 如果 没有他的话 就没有现在的我 随后更是展开了对苏白的告白 直播间内 听到赵瑶这么说的无助粉丝 更是心痛如脚 毕竟这可是他们最喜欢的女神 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他的男人告白 这换谁能承受得住啊 换他们都不舍得碰赵瑶的 但在那个苏白手中指不定会站起来登的 伴随着颁奖典礼的落幕 节目也是走到了尾声 赵瑶这边也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 当然是庆祝的 对此赵瑶也表达了感谢 毕竟经纪人为自己做的注实不少 对了 这几天就先别接了 我要好好休息几天 对于这赵瑶的要求 经纪人是莫感不从 毕竟现在的分量不同以往啊 随后赵瑶更是打给了苏达 恭喜你啊 歌谈天后 少来了 还不是靠你啊 而且你都不来接我嘛 赵瑶的声音似乎带着几分委屈 亏他还大胆地告白了 结果苏白这家伙仍然没有表示 怎么会 你看你后面啊 赵瑶回头一看 正巧看到从车里出来的苏白 你怎么才过来啊 这里毕竟能很多吗 我从机场接了个朋友才赶回来的 苏白微笑着说 安娜提前几天回国 所以特意给苏白发了讯息 要他来接自己 苏白自然没问题 不过没成想完点了 再加上赶过来也需要时间 这边又是围绕得水泄不通的 走吧 今晚我好好犒劳你一下 听到苏白的话 赵瑶的脸上露出羞涩的表情 说白了还不是犒劳苏白自己吗 随后两人一路回家 虽然有很多人给苏白打了电话 但都被苏白拒绝了 现在因为你的自谢 很多人都来找我合作啊 而对此 赵瑶黑黑一笑 这样来找自己的不就少了 回到别墅后 苏白直接将赵瑶从车上抱了下来 也不顾对方的反对 苏白带着赵瑶直接去洗澡 反正两个人什么都看过了 这点也不算什么 苏白 轻一点好不好 苏白按摩着赵瑶的胶虚 听到赵瑶这么说 心中有了几分恶趣味 随后稍微用了点力气 这就让赵瑶喘息不止 实在是有些痛得厉害 看出眼前眉毛流转的赵瑶 苏白也是兴奋的厉害 眼前这种情况 要是不做些坏事的话 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 似乎是察觉到了苏白的想法一样 赵瑶连连后退 却被苏白抓住了玉腿 随后紧随而上 将赵瑶给亚在身下 看出皱着眉头的赵瑶 苏白也知道了 这是因为地面太阴的关系 随后将其他在墙壁之上 正好面对着镜子 可以清晰地看到彼此的举动 而面对如此情况 赵瑶是既兴奋也害羞 看出镜子中媚态的自己 很难跟平常的自己挂上钩 伴随着苏白的节奏加快 赵瑶的身影声也是愈发的甜美 这样的美人让苏白越发地享受 一夜春色毫无停歇 因为赵瑶的自讲词 让苏白的人气也是直线上升 火爆全网 也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 毕竟赵瑶这个名头很响了 苏白也是素师登上过热搜的人 自然是会吸引人的注意力的 再加上其外表去囊 自然是容易引起关注 尤其是娱乐圈 很快就有星探来挖掘苏白 不过苏白懒得理会这些家伙 苏白本身又不差钱 再说了 娱乐圈的事情很多 苏白也不想参赫进去 免得弄得自己一身脏 但苏白的这个想法很快就改变了 因为赵瑶获得了歌坛天后的名誉 受到了许多人注意 许多大牌的公司也对赵瑶抛出了橄榄枝 一时风头无两 其中有一个公司给的价格 让赵瑶都有些心动 然后赵瑶也需要参加获奖的宴会 带了苏白 这个宴会呢 虽然名义上是歌坛天后的选手们的 但同样不乏各界的社会名流 自然是少不了明星们了 而在所有明星之中 特别突出的就是影后寒冰了 寒冰一袭红色的旗袍 是人权之中的焦点 几乎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而在场的另一个 能做到如此效果的自然就是造谣了 当然了 苏白的注意力也被这只寒冰带过去了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个原因 在苏白注意到寒冰的时候 系统的提示音也同样响了起来 叮 侦测到可攻略的S家女神 寒冰 寒冰外表冷淡 个性却颇为柔和 但却是建立在彼此熟悉的关系上 女神心愿被男人呵护 系统奖励10亿元 随机技能一个 伴随着系统的声音 苏白看向寒冰的视线也越发的直白 这样的女神 才是苏白的攻略目标 而且这寒冰的状况 很容易让苏白就拿下来了 毕竟这些都是苏白最擅长的部分 走吧 过去跟对方打个招呼 苏白随后拉着身边的造谣走向寒冰 你好 韩小姐 恭喜你获得今年的影后 客气了 也恭喜造谣小姐 韩冰也客气地答应 但语气之中也流露出了些许生疏 这也是难免的 韩冰的视线也看向了一旁的苏白 美眸之中也闪过了一丝好奇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苏白 赵瑶早就猜到了苏白的心思 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是帮着苏白介绍 毕竟苏白的身边可是有许多优秀的女神的 自己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你好 苏先生 你好 韩小姐 不知道日后可有机会合作 听到这里 韩冰有些诧异地看住苏白 他之前听过别人说过苏白有音乐公司 但没听过还有电影公司啊 哦 莫非苏先生这边有什么项目 都确实有个想法 本来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不过在看到韩冰小姐后 就有想法了 韩冰看了演艺旁的赵瑶 苏白随后说到 赵瑶的事情很多 配合自己演戏实在耽误他 韩小姐能否留个联络方式 改天稍微谈一下剧本之类的 看看能不能合作 韩冰也没有拒绝 反正他这时间也没什么档期 离开之后 赵瑶更是狠狠掐了苏白一把 毕竟这家伙实在太过分了 胖牛还非要带住自己 放心好了 我对每一位的爱衣都是一样的 绝不会厚此薄彼的 看出对天发誓的苏白 赵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家伙 不过即便如此 赵瑶仍旧是回到了苏白的别墅里 与其共度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隔天苏白就直接去开了一家公司 顺便找了金牌编剧来写剧本 给的钱是上一家的十倍 因为苏白动用关系和资源的缘故 这公司开得很快 并且加上一众名头响亮 一届好评不断的编剧和导演 很快就有不少的经纪人上门谈合作 不过这些都被苏白拒绝了 他上了一公司 赚钱倒是其次的 主要是为了攻略女神 在苏白的重金之下 剧本很快就好了 苏白也找了一些刚进入演艺圈的演员 最起码态度比许多大牌都要强得多 至于这个女一号自然就是寒冰了 很快的苏白就将薪酬 以及剧本之类的发给了寒冰 寒冰对苏白也有些兴趣 看了剧本之后 对于薪之也相当的满意 随即就答应了下来 第一步就算是成功了 毕竟这样能快速地拉近彼此的关系 接下来商量好时间 准备拍戏 刚开始的时候 寒冰还是冷冰冰的样子 对苏白这种大老板也是一样的 毕竟性格使然 虽然有些好奇 但本性难改 不过伴随着和苏白的接触越来越多 寒冰对苏白的态度也发生改变 不再像之前了 当然了 对剧组的人员也是如此 虽然寒冰看出冷冰冰的 不过该出手的时候还是毫不含糊 有人需要帮忙也会帮忙的 在演技上更是无可挑剔 给了这些新人演员们很大的帮助 常常会跟他们讲该怎么表演 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老师 在寒冰的作用下 拍摄的进度很顺利 那些新演员们得到的赞赏也越来越多 他们也非常感激所有人 无论是苏白 寒冰还是寒冰 都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 毕竟演员不是吃一天饭的 这次的合作之后 对你的印象不错 肯定还会来找你的 就此 就能平集自身的资源吃饭了 几天下来 寒冰跟苏白是越发的熟络了 苏白还会给寒冰按摩 当然了 这也是独属于寒冰的特权 苏白也是平集住机会迅速地 拉近彼此的距离 搞好关系 寒冰对于苏白也是越发的关心 常常会注意到许多细节 让苏白对寒冰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苏白 你为什么会找我来演戏 因为我觉得你很合适 就像那里面的主角外揽内热 冷冰冰的外表 只是保护自己而已 听到苏白的话寒 并有些意外第一次 见到自己对方 就能知道自己的信 哥妈 你好厉害啊 苏白 第一次你就这么了解我 暗哼 我其实很早就关注你了 听到苏白的话 寒冰则是摇摇头 他可不相信苏白的话 这不就是早有预谋了 而且还带着造谣来找自己 这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吧 两人谈话的时候 寒冰并没有注意到 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近 等着热的呼吸打在脸上的时候 他才赫然发现 不过他的内心竟然伸出了一丝期待 而苏白也没有让这份期待落空 亲吻红唇 第二三林章深陷舆论风波 苏白出手就藏 苏白一文落下 随后看住寒冰 问道 感觉怎么样呢 还不错 紧接住寒冰的话方异转 问道 苏白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那又如何 你同样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啊 听到苏白的回答 一时间寒冰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照理说 自己应该拒绝才对 毕竟是这种离谱的情况 可面前的苏白 让他难以说出这样的话 寒冰也不再计较这些事情 反正做都做出来了 其他的诱人怎么样呢 若 有时间来喝一杯吧 面对来自苏白的邀请 寒冰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去说 只能是不答应不拒绝 还好苏白也不是那种太过强势的人 因此也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毕竟想要拿下这寒冰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直接用墙肯定是不行的 苏白跟寒冰一直处于这种极为暧昧的情况下 苏白偶尔也会采取一些动作 不过寒冰倒也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拒绝来 这次的拍摄进度异常顺利 已经完成了 很快就能正式放映了 原本身为影后的寒冰就是为人所瞩目的存在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嫌得没事干 很快一个被剪辑过的影片上传到网络 顿时让寒冰的名声跌落谷底 这就是影后啊 怎么这么没有数字啊 内云嘛都是一个样子 他防什么的基本不可能 因为本来就是废墟吗 这寒冰是个什么急冒 听都没听过 什么狗屁的影后 网络上的键盘侠对寒冰的攻击可谓是相当之大 也有一部分人在骚扰寒冰 这可让寒冰头痛得很 本来这件事就不是自己锅 都是被剪辑之后才是这样的 所以这罪魁祸首自然是这些自媒体们 疯狂的转发 至于事情本身的真实性则是不做任何的考虑 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寒冰这边的工作室第一时间发布了道歉声明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遭受了评论区的冷嘲乐讽 即便是有不少粉丝站出来说话 依旧是被愤怒的键盘侠们全企和公司 随后甚至是消除了账号 当然了 苏白这边也注意到了这件事 他也知道寒冰不是这样的人 外冷内热 只有熟悉之后才会知道的 只可惜网络上的人可不管你这些 寒冰的工作室也是联系了当时节目组 想要找到全部的原版视频 放出来之后自然能消除误会的 只可惜对方说没有保存下来 所以没办法 真的没保存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他们只是想趁机借助这个机会 来给自己的节目涨一波热度 这就是原本的视频哦 苏白直接用手段找到了最开始的博主 随后以一个对方不能拒绝的价格 买下了他手中的账号跟影片 随后打了通电话给寒冰 喂 寒冰 我这里有原版的影片 还有第一个发布影片的账号 我现在发给你 让你的经纪人他们去发布一下 这样应该就没事了吧 寒冰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过这样的事了 也有一部分的经验 差不多 麻烦你了 苏白 没事 之后陪我喝一杯 如何 许久之后 寒冰点了点头 随后对苏白说道 哈哦 看出苏白发过来的账号和密码 以及原本的视频 寒冰深吸一口气 将这些给了自己的经纪人 他们是专业的人员 交给他们比较合适吧 行动到时很快 当天下午就放出原本的影片 但即便是最后放出了原本的视频 网路上对于寒冰的恶意也相当大 不过寒冰也不太在意 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这件事只是个开端而已 重头戏还在后头 第二天一早 寒冰还没睡醒就接到经纪人的电话了 寒冰 你看你做的好事 好不容易将前面的事情给处理下去了 你又弄出来这么多的乱子 寒冰被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给弄得不知所措了 自己干什么了 自己怎么不知道 不过一股莫名的寒意用上寒冰的心头 让他难以呼吸 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做什么了 你还没睡醒呢 看看手机的热搜 你知道你让公司损失了多少钱吗 名誉掉了下去 可是花多少钱都补不上的 寒冰打开手机 果然 自己这个影后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了 再加上上一次舆论的风波 这次更是没有人站出来帮他 一时间 寒冰更是头痛欲裂 怎么这么多事 到目前为止 寒冰经历过很多次的舆论风波 但没有任何一次比这次的更严重 他被人陷害 遭受污蔑海谣言的困扰 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 让他陷入了深刻的困境 很多事明明都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的 却被这些媒体天有加醋的报道 真的很离谱 现在已经有很多品牌方和代言要求下架了 并且赔偿违约费 还有公司的合同 起码得五个亿 你自己想吧 听着来自经纪人的声音 一时间 寒冰整个人都如舵冰叫 他虽然是影后 但赚到的钱基本上都捐出去了 他自己花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住的房子也是普通 并非是什么豪华的别墅 穿的衣服都是各品牌方送的 让他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来 怎么可能 此时的寒冰一场的无助 就算跟别人借钱 谁会借给自己 对了 公司这边也会跟你解约的 你自己想办法吧 还没等寒冰说话呢 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打了寒冰一个措手不及 就算要拍戏借钱 公司那边是指望不上了 自己也面临被解约的状况 我该怎么办 然而 就在寒冰感到无助的时候 苏白的电话打了进来 喂 寒冰 遇到麻烦了 嗯 很大的麻烦 赔偿款要五个亿 并且公司之类的也解约了 现在的寒冰几乎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还不如说出来让自己痛快一点 寒冰的声音也带着几分苦闷 听起来很是委屈 没关系 我来帮你 还没等寒冰明白苏白的意思 银行卡的简讯就出现了 到账了五个亿 一时间 寒冰整个人都猛了 莫非这一切都是苏白做的 但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 正准备跟苏白打电话确认的时候 却发现了另一个热搜 苏白担保寒冰没做过这样的事 苏白乘数是出现在热搜之上 因此热度很高 再加上苏白也买了很多的水军 并且放出了关键的证据 只是一天的时间 这个事情就翻转了 网友们的矛头指向了某些 就对准寒冰的货色 在与寒冰的接触中 苏白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发现 寒冰那冷冰冰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柔软的心 他虽然表面坚强 但内心却充满了脆弱和孤独 苏白 谢谢你 听到寒冰的声音 对方似乎是放下了担子一样 声音都变得轻松了许多 没什么 不过这些钱可都不是白送的哦 哦 那小女子可没那么多钱啊 要不就以身相许算了 这也行 不过最多免除一半寒冰 说这话的时候是翘脸羞红 他是隔着电话才敢这么说的 要是在苏白的面前 一定不敢直接这么说的 这样吧 反正公司都跟你解约了 不如直接签我的公司 我这边给的都是女一号的位置 听到 苏白的话 寒冰也一直到了 苏白是真的在为自己考虑 好啊 那就我打工还债了 以身相许那件事也不许作废 听到苏白的话 寒冰也答应了下来 在这件事以后 两个人的接触也是愈发的频繁了 彼此间的暧昧氛围也逐渐升温 而在第二部电影的拍摄结束后 这次苏白再约寒冰上出去玩 寒冰并没有拒绝 反而答应了下来 好啊 那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寒冰则是娇笑着看向苏白说道 这不该是难事考虑的问题吗 莫非要交给我吗 让我可就随便选了哦 第二天 苏白就开车去找寒冰 寒冰村处便服 郊区裹在羽绒外套之下 但仍是可以看得出窑窍的身子来 哦 这里还挺暖和呢 对啊 而且风景也不错 顺便来看看海 听到这里 寒冰也露出欣喜的笑容来 白天两个人游上玩水 十分痛快 在夜晚的星空下 苏白是顺势而为 苏白向寒冰告白 他承认自己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希望能成为他的依靠 他支持寒冰被苏白的真诚所打动 他也逐渐接受了苏 白的爱 夜晚苏白将寒冰很药抱起 放在床上 温柔地亲吻着寒冰 怎么 有点害怕吗 嗯 毕竟之前没有相关的经验嘛 寒冰的叫脸羞红 扭头看向一边 其声音很小 不过依然苏白依然听得清楚 放心 我会温柔地对你的 伴随着苏白的动作 寒冰的呼吸也加快了许多 苏白引导着寒冰去触碰自己 在触摸的瞬间 寒冰的身体也是一僵 跟自己想的有些不一样 这似乎是超过了自己 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吧 真的没问题吗 那我就开始了 伴随着苏白的话语 身体猛地发痛 寒冰紧抱住苏白 想要从他的身上汲取温暖一样 一夜春色 声音声响彻不停 事后 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沉迷暧昧 他们在彼此的拥抱中 找到了舒适和安心的感觉 每一次接触都让他们更加相爱 他们的感情在这段时间 得到了充分的滋养 而苏白的脑海中 也听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音 叮 遵吹到苏主完成女神的心愿 现在开始发放奖励 恭喜苏主获得顶尖骇客技术 10亿元 紧接住脑海中就涌现出了一些讯息 让苏白感到很舒服 隔天今晨 苏白看着怀中沉沉睡去的寒冰 亲吻在其娇嫩的脸庞之上 大手也失意在其身体上游走住 不一会 这寒冰就苏醒过来 毕竟苏白的动作注释不小 想到昨天的疯狂后 寒冰的翘脸羞红 你这家伙 就不能收敛一些吗 那这人是不可能了 面对我们的冰冰 谁还能忍得住呢 随后苏白更是压在寒冰的身上 再度开启新一人的征伐 之后 苏白带住寒冰回家 而苏白的第部电影也是顺利上映 并且评级此电影可谓是染获了一幢大奖 原本就是在元旦之前选出今年的最好的片子 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一匹黑马 成功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同时也收获了超过30亿的票房 属于是叫好又叫做的那种 随着苏白的帮助 寒冰重新爆火全网再次荣获最佳林以后的奖项 站在颁奖台上 寒冰深深感激着苏白的付出与帮助 他明白 没有苏白的支持 自己很难再站在这个舞台上 夜晚 苏白又与寒冰缠绵在一起 两具身体似乎是不舍得分开一样 紧紧的互相拥抱住 汲取彼此的温暖 谢谢你苏白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的下场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寒冰除去那些头衔之后还剩下的真的不多 本身也没多少积蓄了 再加上赔款 他能做的是可想而知了 不过好在有苏白 将他从未来的噩梦之中给拯救了 这不是应该的吗 毕竟可是我的女人 听到苏白的话 寒冰也露出了笑容随后问道 苏白 你其他的女人呢 我们是不是也该认识一下了 不用着急 等元旦的时候你们就会见到了 为了避免被外界发现 他们决定将这段恋情保持在地下 他们小心翼翼的保守秘密 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 这段甜蜜而刺激的恋情 时间一天天过去 苏白和寒冰继续维持地下的恋情 他们尽情享受彼此的陪伴 没有被任何外界的干扰打乱 这道暧昧的关系 给了他们充分的满足和幸福 1231号 苏白从床上爬起来 亲吻着身旁的领路 娇笑可人的小脸上显现出几分不耐烦 毕竟大早上的 谁累被吵醒啊 白大哥等于惠儿 苏白可没有领路客气的意思 大手在其郊区上来回游走住 昨天的苏白可还没尽兴呢 伴随着苏白的动作 领路也被迫打起精神来 不一会 急速的喘息声响起 尤其是被苏菲所触犯的地方 都带着莫名的热刺热 怎么不继续睡了 哼 你说呢 看住眼前娇憨的领路 苏白怎能忍受得了 当即将其压在了身下 满屋春色 直到中午 苏白才起床 她今天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今天是跨年夜 所以她准备让所有的女人齐聚一堂 也算是共同欢庆了 安娜早早就回国了 而赵亚前不久也回家了 正是合适的时机 因此苏白吃过午餐后 就从自己家的别墅出发了 先去了赵亚的家中 对方正在整理衣服 见到苏白来了以后 露出喜悦的笑容 走吧 先去我家 林露他自己也没什么意思的 好啊 赵亚跟林露两个人也相处得不错 随后苏白又去找了秦璐 YO HO 这不是我们的苏大嫂吗 秦璐对苏白露出明亮的笑容 随后勾了勾手指 过来让子子相一个 面对眼前的秦璐 苏白一直有些无言 刚开始的时候 秦璐明明是个温柔内向的女神啊 怎么现在变得这个样子了 不过对于秦璐的所闻 苏白自然也不会抗拒的 亲吻着红唇 将秦璐燃腰抱起 随后朝外走去 小路他还挺想你呢 听到苏白这么说 秦璐则是勾起苏白的下巴说道 那你呢 有没有想我 怎么 莫非是要我在这里展现对你的爱意 听到苏白的话 秦璐果断地放开了苏白 毕竟这家伙要是疯狂起来的话 自己可就是失不了都是走了 可以等晚上 现在不行 苏白将秦璐送回别墅后 接下来去找的魏子妍 魏子妍此时正在做运动 本来是计划要爬山的 可听到苏白元旦的聚会后 俗信就将计划取消了 我们演演越来越好看了呢 听到苏白的声音 魏子妍还没回头呢 就被苏白暴露了怀中 好一番的疼爱 半晌后 魏子妍的喘息声越来越大 他火辣的身体注实 让苏白爱不释手 走吧 先去我家 晚上大家一起玩 好啊 随后苏白带魏子妍回到别墅 推门进去 里面的照雅 陵路和前路都闹成一团 三个人有说有笑的 看到魏子妍进来 都兴奋的与其打招呼 许留他们呢 还得等于惠儿呢 我这边还有两个人 要介绍给你们 林路则是举起手 随后抽到几个人的嘴边说道 好了 你们几个先玩吧 我先出去 请路则是找出麻将来 简单说的下规则 随后带着三人打起了麻将 这边苏白去接了顾梦 顾梦和赵瑶在一起 两个人在探讨下一首新歌 因为到元旦了 顾梦也有时间了 难得也有这个机会 走吧 等晚上我给你们建议 听到苏白的话 顾梦跟赵瑶也相似一笑 随后上了苏白的车 至于韩冰吗 他情况特殊 因为再次当选了影后 所以他的通告很多 再加上苏白这边的女主角戏份 今天还没结束 而且韩冰也说了 他自己过来就行 不用苏白来接自己 毕竟拍电影的地方 距离苏白的别墅 可是相当远的 一个在城南 一个在城北 回到别墅后 苏白带着顾梦与赵瑶走进去 赵瑶跟秦璐等人打了招呼 这些人以顾梦与其最熟悉 他也帮忙介绍了一下 苏白还没出门呢 就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 很快 韩冰就推门进来了 苏 介绍下 他是韩冰 苏白带着韩冰走到众女的面前 几个人嘀嘀咕咕 随后一起走了过来 他们对韩冰的印象很深刻 尤其是当选的影帝 有几个还是他的粉丝 看到众女相处得相当愉快 苏白也很开心 随后就是请许柔与安娜过来了 反正他们两个都在许柔家里 接过来也方便 苏白开车来到许柔家中 刚通报进去 许柔跟安娜就迫不及待地出现了 安娜抢先扑到了苏白的怀中 随后红唇落下 连在苏白的身上 看得出 安娜很想念苏白 半嗓后 安娜才松开了苏白 安安 你这样很过分哀 许柔一边不满地嘟囊住 一边戳着安娜的腰汁 对此安娜则是黑黑一笑 随后将许柔推在苏白的身边 苏 那这次换你来啊 让我就不客气了 苏白是毫不客气地 搂住了许柔的纤细腰汁 随后大手微微用力 让许柔的翘脸通红 好了 咱们改过去了 要不然他们该等得太急了 随后苏白带住二女回到别墅 将赵瑶跟寒冰等人 互相介绍了一下 现在时间已经是 下午四点多了 也不算太早了 很快秦路就提出了想法 不如几个人一起做饭算了 等吃过晚餐后 在一起去跨年 对此书白自然是没有意义的 其余几个女孩也是如此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 丰富的晚餐也准备妥当了 虽然过程有些困难 毕竟像是秦路和许柔这种大小姐 下厨的经验基本上是零 不过也算是一种体验了 这么多人在一起 就当是娱乐了 不过出乎意料的 安娜的水准相当之高 而且无论中餐和西餐的水准都相当之高 其次就是为子言语领路了 顾梦也会一点 晚餐后 众人走出别墅 天空中满是渲烂的烟火 美丽无边 苏白也早有所准备 将购买的烟火分给众女 在他们放完后 同时再将变的人可以放了 这可是苏白重金选购的大师手笔 金色的烟火点缀着星空 映照在所有人的眼眸中 伴随着五月钟声的响起 新的一年就此展开 而他们的故事未成落幕 是真正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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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正的资料